大主宰开播了 这个无聊的寒假又有电视剧可以看了 这部剧的女主居然是蚂蚁进走了十年的欧阳娜娜主演的 所以刚刚开播 网友们的期待并不高 但整篇播出后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欧阳娜娜在剧中饰演的角色 落梨仙气飘飘 一上来就灵气十足 眼神有戏 让观众非常看好 那么咱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女神欧阳娜娜吧 2012年 在台湾举办欧雷娜娜 2012欧阳娜娜大提起诅奏会 成为中国台湾的国家演奏厅 有史以来年纪最小的演奏家 2013年 她因出色的外表 还有财琴卫导演陈思成敲中 参演北京爱情故事 饰演刘欣扬一角 从此步入娱乐圈 你今天为什么要打架 哦 没有 我们几个闹着玩呢 我到了 再见 再见 2014年 再次获得香港导演林超贤青睐 受邀参与青春热血电影《破风》的拍摄 出演车队天才工程师陈一乔 片中的她性格火辣又俏皮可人 被剧组同仁封为小辣椒 虽然是世界最年轻的大提琴演奏家之一 但摆弄起班子 前置等修车工具 欧阳娜娜也丝毫不含糊 2016年 她主演了《是》赏先生 剧中饰演白傻田角色陆小魁 面无表情的僵硬演技被网友轰向智障 至于批评 她平常心面对 表示很多网友骂奇奇怪怪的东西 我就不会去看 但说我的演技 我就会虚心接受 童年 《美好的意外》上映 电影中 她饰演的是贵伦美的女儿新景 也就是那位不知道天高地厚 叛逆期的女儿 其实 说起来欧阳娜娜的演技 是给这部电影加分的 欧阳娜娜正处于的年纪 也本来就很相仿 加上对角色叛逆的揣摩和诠释 真的是活脱脱现实中的叛逆亲女孩了 随后 欧阳娜娜参加了综艺节目 演员的诞生 节目播出时 大家都对欧阳娜娜的片段关注很高 她在里面挑战的是张子怡的经典作 《我的父亲母亲》 她演里面的女儿英子 PK的对手演员 恰恰就是这部电影的男主正号 演她的爸爸 故事内容大概是妈妈走了之后 爸爸就得了健忘症 一直觉得妈妈没死 整段表演最感人的地方 就是欧阳娜娜哭着说 妈妈已经走了十年了 你清醒一点 她哭喊的声音很大 甚至是有点滋哑 就是这段最感人的地方 大家看笑了 甚至有人看完表示瞬间清醒了 大主宰的开播 欧阳娜娜似乎要开始走上逆袭之路了 在面对之前那么多对她的非议 甚至是漫马中 她都保持着自己的态度 没有与网友互相朝队 而埋头默默完善自己 一步一步让大家看到她的新变化 用努力说话值得赞恳 此次 大主宰可以说是她主演的第一部古装剧 相信之后她在演绎道路上会更加努力 迷姑视频独家策划